物价值涨不跌 部分摘介月市级业者被迫调涨食物售价 唯一对乌易夫妇却反其道而行之 以一令级价格售卖各样食物 希望以此低价格售卖食物能协助有需要的群体填饱肚子 育有一名9岁女儿的妇女努鲁纳蒂莎 30岁与丈夫凯利尔38岁 在摘介月期间 每天下午20-30分在加邦在野的涉滩 售卖超过70样的食物 包括饭类、肉类、面类、糕点、甜品和饮料等 皆以一令级价格出售 努鲁纳蒂莎接受马新社访问时坦言 她平常摆摊售卖椰浆饭 让她有机会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事交流 更是发现当中有许多人事生活面对困难并需要帮助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我就想要延续政府雌民散Payangrama政策的概念 以低价格售卖食物 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可以负担 他们可以依据经济能力选购更多不同好吃的食物 他举例 他的摊位设定每一盒食物一令吉 那么若消费者有十令吉 就能选购十样不同种类的食物 这样比起十令吉只能够买两至三样食物 能品尝更多不同食物 在努鲁纳地沙的摊位 售价一令吉的食物包括马来甜辣鸡饭 奶油鸡饭 酱油鸡饭 意大利面 炒面 乐沙 凉拌面 以及七十样糕点 甜点如芒果糯米饭和饮料等 同时 他也向另外25个饮食业者入购食物 他分享 他和丈夫每天准备1500至2000盒食物 从下午2030分至接近开斋时间便可受庆食物 来自槟城德罗昆巴的他指出 自斋戒首日 其实他因以低价售卖食物便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消费 他心怀感激 因为一令吉售价仍能让他有盈利 虽然不高 然而他相信顾客增多 便能让他夫妇俩有收入 盈利不多 但最重要能让大家吃饱喝足 品尝不同种类的食物 大家吃好喝好最重要 他也说 他原是一名餐厅服务员 而他和丈夫皆来自曼瑞 在餐饮业有浓厚的兴趣 如今夫妇俩经营自由餐的生意 若有订单 我们便前往霹雳州各区提供上门自由餐服务 若没有订单 我们就在上午时段经营椰浆饭生意 他表示 虽然目前为自由餐食物准备的工作都在住家完成 为他和丈夫设定目标 将会努力实现拥有属于他们的店铺或餐厅